第三章 辟语品第三 菩提的真理是唯一的一佛社 没有二也没有三 二或三社只是方便的游戏手法 不过是为了帮助友情 挣脱如大火焚烧的坊子 即是三界迷惘的生存世界 无边了一幻肝脏 幻肝脏 白玉石边有树里有树里 伟大的佛陀啊 弟子衷心地感谢您的教导 由于您的无上智慧宣说佛里 使我获得永恒的安乐 听闻您所宣说的真实教理 使我能够脱离那如火烧一般的烦恼痛苦 摄理佛啊 事实上我在过去世 曾在两万亿佛座下求到 常常教化你 我用方便法 我用方便法引导你的缘故 摄理佛啊 你今生才能在我的座下继续学佛法 你虽然累世不断地修行 但仍不记得前世所作 以及所发的誓愿 我为了使你回想起前世的菩萨行愿 又为了其他生文弟子的缘故 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 哦 原来如此 摄理佛啊 你将于未来世 供养若干千万亿位佛陀 奉持着正法 具足了菩萨道之后 便会成佛 你的佛号叫做华光如来 国名称为黎构 是一个严世的非常清净的国度 你成佛以后 也同样会用方便的三圣法 来教化众生嘛 RORU 高文音乐 哇 天有天的金刚飞 文音乐 刚好飘 哇 这天 好好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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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要宣说的 是至高无上的教义 是可以彻悟成佛的法 首先 你们必须选择 求法者所乘坐的车子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吧 让我用三界火宅 这个词语来说明 从前 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男子 他年事已高 但是非常富裕 有很多财产 而且住宅豪华壮丽 可是 这豪宅却十分的老旧 屋顶是茅草盖的 不但柱子已经腐朽 连墙壁也快崩塌了 还有 这房子虽然住着好几百人 却只有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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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出入 却只有一扇门 他们怎么会把他们救出来的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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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只剩下主人您的孩子 还留在屋子里呢 怎么不早说呢? 为什么不把他们救出来呢? 还有 他们 他们正兴高采烈的在游戏 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啊 而且他们也没注意到 失火这回事 小主人们甚至还不吵了 我真的可怕啊 好好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虽然年纪老了 但是万力仍然够强健 我这就冲进屋子 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哎呦 主人啊 您这样行不通的了 房子这么大 也不晓得孩子们到底躲在哪里 每一个人是我把救出他们的啊 可是我也不能失证 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啊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的亲生小孩啊 哎 主人 你的心情我们非常了解 可 可是 喂 喂 孩子妹妹 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 喂 孩子妹妹 孩子妹妹 啊 哎 好像是爸爸的声音啊 快点出来啊 房子失火咯 快点出来哦 嘿嘿嘿 房子失火咯 可是 我们去玩的好高兴啊 嗯 不要管它 我们继续玩吧 孩子妹 火灾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们还留在屋子里 会被烧死的 哦 你在说什么啊 爸爸 我们听不懂你说的话 哎 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他们还是不懂 可是我又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被烧死 这该怎么办呢 这 哎 有了 喂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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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女人 你快去准备一下 快快快快 走 哎 孩子们 你听见了吗 这有很多好玩的玩具 快来玩哦 牛车 洋车 路车 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 快出来哦 好 有玩具 你有玩具 快去拿吧 好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 孩子们 你们看 这牛车比路车更漂亮 而且跑得更快 能快点到达目的地 我送给你们每个人一辆牛车 哇 好棒哦 很棒 好棒哦 明白了吗 这个辟语 故事中所说的老旧又宽阔的大房子 不是别的 它就是指这个充满一切苦恼的三界啊 在这座老旧腐朽的房子里 玩耍的孩子们 就是指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是的 一切众生 就如同居住在燃烧着苦恼与不安的火宅中 但却不自知地嬉戏着 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险呢 那是因为被无名障蔽的缘故啊 是的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就如同居住在燃烧着苦恼与不安的火宅中 但却不自知地嬉戏着 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险呢 那是因为被无名障蔽的缘故 无名 哎呀 就是说 指不明了佛的智慧啊 因为无名 因为无名 所以不容易发觉房子里的凶险处境 好比家中到处是毒蛇猛兽 骇虫 无公 无名的灾害 无名的人平时也身受着一切苦痛 就是充满着 就是充满着生 心神不宅 心神不宁 心神不宁 身受其苦啊 因为没有彻悟就没有办法逃脱这些苦恼啊 如来 如来是否舍弃了这充满苦恼的三界呢 不 三界虽然如同火宅一般 但如来却出现于其中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三界就是如来的住处 三界中的一切众生都是如来的孩子 而父亲是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孩子的 因此 如来借着巧妙的方法 方便教导每一个孩子及一切众生 但是 还是无法使一些众生脱离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心中 人充满着欲望 执着其中 而不能自拔 众生无法误得佛的智慧 所以不能处离三界 就好像没有获得帮助 是不能逃脱火宅一样 因此 以巧妙的方法 用三圣法来救度众生 三圣法 三圣是指声闻圣 圆觉圣以及菩萨圣 在辟语故事中 阳车是指声闻圣 路车是指圆觉圣 牛车是指菩萨圣 也就是大圣 为了消除众生身心的苦恼 所以如来劝众生 乘坐这三种车子 即是三圣法 也就是说 这三种法门 可使众生离苦 得解脱 总而言之 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法门 都可以出离火宅 解脱三界之苦啊 哦 原来如此啊 可是 在辟语故事中 身为屋主的父亲给孩子的 是又快又好的大白牛车啊 的确不错 那是因为 透过如来所彻悟的 无上教理 大圣 可使世人彻底完全地 觉悟达到成佛 所以 方法是 首先要消除苦恼 然后坐禅明思 最后 使身心合一 也就是说 不论声闻也好 原觉也好 甚至菩萨 他们不过是 如来在世间 视线教化 救度众生的一种 方便手法而已 如来所宣说的 只是唯一佛圣 但是 为了方便众生 所以 所以又分别地宣说 三圣法 如来是平等 而没有差别地 把大白牛车 及大圣 传授给一切众生 真是伟大 慈悲啊 仔细听着 凡是获得这部 大白牛车的人 最后都将成佛 这就是我的教义 根本所在 凡是能够真正 信节大圣的人 才能明了 至高无上的 妙法莲华经的深意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位老长者 老长者脚材 弯弯拥有的方式 方式面积虽大 但只有一扇门 有一天突然之间 放着着火了 老长者得知 大火惊恐万分 执女只生活在 该怎么救他们 大火已是出门 他们还沉迷兮兮 尽管老长者 闪眼又兜 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什么是活在 什么是危险 他们一点也不惊慌 什么是活在 什么是危险 他们一点也不恐惧 要站着吃大支旅们 心中有所好 设计出山桥办法 来游到他们 外面各种万物 出来的都有份 有洋车路车和牛车 都已在屋外 一听说屋外有万物 都正在跑出来 这个山桥办法 执女们都无恋 老长者最后决定 吃给他们 更好的打败牛车 执女们都很惊喜的 到原先不敢舍弯的 打败牛车 打败牛车 再满个种宝物 每个执女都自一郎 到白牛车 再满个种宝物 每个执女都有一郎